大家好我是小K 有一家公司在他存续的100年来 勤勤恳恳坚持不懈 孜孜不倦的一直在做坏事 而且是很坏 非常坏 超级坏 这家公司获利的代价是几百万人的死亡 几千万人的身患重病 以及在数亿人的身体里 都永远留存下了剧毒的物质 他甚至为了想要获取更大的利益 疯狂的想要控制全世界人类的生存问题 美国的安尼斯顿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 这里居住着三万三千个勤劳普世的居民 他们自己种菜种粮养鸡养猪 想吃鱼了就去后院的小溪里边去抓几条回来 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然而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 小镇上就陆续开始发生了一些可怕的怪事 先是一位老人发现 小溪里的鱼开始诡异的死掉 接着镇上一些居民开始出现了失忆 肾衰竭以及免疫性的疾病 还有很多居民几乎在同一时间被诊断出了癌症 小镇的死亡率突然之间暴增 一时间谣言四起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有一个居民走到当地的垃圾填埋场时 发现自己的鞋底被化学物质给烧漏了 大家才注意到了这个垃圾填埋场的使用者 那家30年前来到小镇上的化学公司 孟山都 1928年 孟山都的创始人约翰·奎彦一得了癌症 他就把位子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埃德加 随即就开始进军多氯联本产业 多氯联本的英文简称PCB 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物质 而是一类化学物质的总称 这类化学物质的特点 是物理和化学性质极为的稳定 高度的耐酸耐减抗氧化 而且还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 用途非常的广泛 是很多工业品里面的添加剂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卖钱 于是埃德加就开始找地方建厂 准备大规模的进行生产 在当时在小镇安尼斯顿上 有42%的人都是生活在平均线以下的 所以这里的用工成本相对较低 于是孟山都就在1935年 在安尼斯顿收购了一家工厂 经过整改之后 开始生产多氯联本 没多久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 多氯联本制造商 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的是 多氯联本这种东西 能够大幅的增加细胞的癌变几率 后来还被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被定义为一类致癌物 如果长期暴露在多氯联本的环境之下 还会导致全身的中毒反应 最先出现问题的 就是孟山都安尼斯顿工厂的员工 建厂不到两年 就有很多人出现了严重的中毒现象 于是孟山都就找来了科学家团队 使用老鼠来进行相关的测试 并且早在1937年就得出了结论 多氯联本有剧毒性 但是为了赚钱 公司选择了隐瞒 接下来的20多年当中 孟山都在这片土地下 埋藏了5000吨的多氯联本 河水当中也排放了数百万升的生产废水 这一操作让当地的居民身体内的多氯联本含量 高出正常人的数百倍 以至于这个城镇上的人 死亡人数开始急剧飙升 当时还有员工做过实验 将活鱼放在工厂附近的溪水里 10秒钟就会死掉 死掉的鱼经过化验 体内含有多氯联本 是最低标准的7500倍 而且多氯联本这种东西 极难溶于水 但是却很容易溶于脂肪和有机溶剂 而且极难分解 这就意味着 它们能够在生物体的脂肪当中 大量的负极 却无法被代谢出体外 尽管小镇上的居民 已经开始大范围的出现了问题 孟山都为了安抚居民的情绪 依然坚持一口咬定 多氯联本 没有毒 所以当时的小镇居民 也只是有所怀疑 没有实在的证据 直到日本发生了一场 著名的公共食品危机 1968年 日本的一个小镇当中 几十万只鸡离奇死亡 紧接着就有大量的人身体感到不适 这些人身上开始长满茧子 手指甲发黑咳嗽不止 随后又蔓延到了日本28个县 一共有1684个症状相同的病人 其中有30个人已经死亡了 有关部门对死者进行了尸检 就发现了 这些人体内就富含大量的多氯联本 但是嘴硬的孟山都依旧没有承认 而且还成立了研究机构 来验证多氯联本无害 这种既当全首又当裁判的行为 并没有为他洗脱罪名 美国政府直接宣布 孟山都有罪 罚了7亿美元 正常来说 做出了这么大危害的事情 理应来进行内部的整顿稀释宁人 但是孟山都不但嘴硬 而且还投铁 他在交完了罚金之后 反而开始增加工厂 一心想要将被处罚的钱 翻倍的挣回来 在美国本土彻底禁止生产多氯联本之后 孟山都就将工厂 开设到了全球各地 那些没有禁止多氯联本的国家当中 直到2001年 全世界共同禁止了多氯联本的生产与使用 孟山都才无奈的收手 但是至今为止 全世界已经生产和应用中的多氯联本 已经远远超过了100万吨 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 已经进入到了人类的环境 可以说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 都已经有了多氯联本的痕迹 这个毒害了全地球的孟山都 到底是什么来头 其实他的起家很甜蜜 1901年 大清签订了新手条约 同时希望国家呢 开始了大面积的工业化进程 那正是这一年 一个叫做约翰奎一的软饭男 想要创业了 但是他兜里比脸还干净 没有钱 于是就找到了他的太太 对他说 我想要创业 资助我一下 我把公司呢 用你娘家的姓氏来做名字 这样以后做大做强 就可以流芳百事 那约翰的太太一听 非常的开心 就甩了两万美刀给约翰 于是以这位女士的姓 一个叫做孟山都的公司成立了 当然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家企业后来成了世界上 最臭名昭著的公司之一 孟山都刚刚成立 约翰并没有太大的野心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技术 他只想投机倒把 制作一些生产成本低 但是经济效益高的产品 于是约翰盯上了 当时风靡世界的一种添加剂 糖精 糖精甜度是折糖的500倍 可以极大的降低 饮料雪糕这类食品的成本 而且它的生产成本还很低 从梅脚油当中就能提取出来 市场的需求量又大 确实是一个赚钱的好买卖 糖精虽然挣钱 但是有两个小问题 首先糖精放多了就会变苦 记得我们小时候吃冰棍 有时候吃到最后就会发苦 那就是因为有糖精的沉淀 而且摄入过量 还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甚至是中毒 那另外一个问题更为严重 就是专利使用的问题 糖精是德国人研究出来的 已经注册了专利 如果想要制作和销售 那就需要支付专利费 但是想让软饭硬吃的约翰 往外掏钱 绝无可能 于是孟山都就堂而皇之地 做起了山寨糖精的买卖 德国发现之后就开始对孟山都展开了商战 在财大气粗的德企各种打压制裁之下 孟山都很快就扛不住了激进破产 这时一个美国本土的饮料公司找到了约翰 希望他们能够提供廉价的糖精 节约成本 这家公司叫可口可乐 于是这两家公司就狼狈为奸 可口可乐降低成本成了饮料巨头 孟山都也挖到了第一桶金 德国的公司正准备进行回击 一战爆发了 欧洲成了战场 美欧在商业上的往来也几乎断绝了 那没了欧洲提供原料 孟山都迅速占领了美国调味机的市场 完成了这一场商业上的逆袭 但是这些并不能满足孟山都的野心 除了毒害世界的多瘤联本之外 孟山都在同一时期发现DDT是个好东西 DDT是双队绿本机三绿以丸的简称 对于苍蝇蚊虫等节肢动物有奇效 而且对人体几乎无害 于是孟山都就用DDT做了一种杀虫剂 当然DDT的这个发现是德国人的成果 孟山都依然是山寨版 不过DDT还是成了孟山都的又一个连财利器 为了证明DDT的效果以及无害 孟山都花费重金找来了模特和演员 让他们在一个不停喷洒DDT的房间当中来吃饭 那这个举动让全美国人都疯狂了起来 孟山都也快速成为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商 但其实DDT这种物质并不是真的没有毒 只是毒的不明显而已 由于DDT的稳定性强 极毒性就很差 意思呢就是并不会让人立刻出现问题立即死亡 而是会通过不断的积累最终造成严重的后果 那这一现象被科学家研究出来之后 专门出了一本书来进行阐述并且提供了证据 但是孟山都为了敛财对此视而不见 甚至还进一步的扩大生产 这就导致很多动物的体内都残留了大量的DDT 比如说鸟类 它们吃了被DDT杀死的昆虫之后 体内就含有了DDT 美国的果鸟白头海雕就几乎是因此而秘诀 那孟山都还把这种东西放在了农药里边 这种农药不仅能够杀死害虫 也能够杀死蜜蜂这样的异虫 而且这种稳定的慢性毒药 能够在喷洒过后存在几十年 这导致了很多地方的昆虫绝迹 整个生态系统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直到美国政府全面禁止使用DDT 孟山都才放弃了这一物质 但是DDT为世界留下的伤害依旧存在 现如今不论是南极的企鹅 北极的海鸟 还是我们人类自己体内或多或少 都会存在这种东西 尽管如此 孟山都以上的所作所为 还没有达到它丧尽天良的最高境界 越南战争期间 美国本来想是一轮炸弹洗地 二轮火烧连营 然后轻松占领结束战斗 但是越南士兵游击功地深厚 而且越南地区的森林茂盛 气候潮湿 蚊虫很多 美军在作战期间很难占据上风 而且还经常在进攻的时候 遇到会移动会开枪的灌木丛 那为了对抗这种环境 美军投下了大量的炸弹与燃烧汽油弹 但是这些武器收效甚微 于是美军开始了牧场行动 牧场行动的技术支持就是孟山都 美军找到孟山都 要求他们开始研发出一种新型的强效除草剂 很快这种除草剂就研发成功了 被装在了橙色的铁罐中 因此被称为成绩 成绩能够很快地使树木的树叶脱落 灌木枯死 但是孟山都隐瞒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成绩当中含有一种三环芳香组有机化合物 那就是被称作世纪之毒的二鹅鹰 二鹅鹰是氯气不完全燃烧后的产物 它的毒性是P霜的千倍 只需要200颗就能让日本东京的3700万人口消失 而在越南战争期间 有超过400千颗含有二鹅鹰的物质 最终被投放到了越南将近3万个村庄当中 直接受到毒害的人数高达几百万人 直到今天战争已经结束了数十年 但是在越南有很多山区依旧有大量的机型儿出生 婴儿的腰值率也一直居高不下 因为二鹅鹰无色无味 而且有极好的滞容性 能够在人的体内堆积 并且可以改变人类遗传功能与生殖系统 所以很可能会出现第二代 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的受害者 那孟山都其实他也并不是有意来瞒着越南人 因为美军自己他也不清楚成绩的毒性到底有多大 因此很多参加越战的美国老兵 回国之后出现了古智石化 白血病 癌症的问题 那对于孟山都这种敌我部分的无差别攻击 美国政府并没有给孟山都定罪 因为孟山都的公关团队是真的强 首先他继续嘴硬到底 完全不承认军人身上的二鹅鹰是来自孟山都公司 同时他表示 二鹅鹰这种东西没有毒 为了证明二鹅鹰是否有毒 孟山都再次成立了一个实验室来进行研究 又一次的既当财卖应当选手最终给出了二鹅鹰无毒这一结果 孟山都脱罪了 和解的结果就是为美国四万名老兵共计赔偿了不过几千万美元 对于孟山都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因为第二天的股票就涨出了赔偿金的好几倍 直到1997年 在无数国际组织与各大公司的持续施压之下 孟山都宣布承认二鹅鹰有毒理论 而孟山都这波令人发指的操作 直接影响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全世界共有1.8亿人被二鹅鹰折磨的生不如死 实际所造成的伤害结果相当于发动了一场生化战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孟山都迫于无奈 把自己的化工部门分离了出去 但是即便如此 他恶魔的行径并没有结束 而且更加丧心病狂的来了 进入到新世纪之后 孟山都决定与过去不堪的自己进行切割 转型成为了一家农业公司 但是其危害人间的本质并没有变化 反而变本加厉了 公司最开始研究出了一种强效除草剂 叫草干粒 这种除草剂效果极好 而且对人体几乎无毒 这一次是真的没有什么毒 但是这个药的效果太好了 好到底我不分 直接把杂草和庄稼一起杀死 孟山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他们没有改进农药 而是去改进了农作物 他们把能够抗农药的植物 与农作物的基因进行重组 培育出了抗农药的大豆 玉米和棉花的种子 就这样 左手卖农药 右手卖种子 抢下了很多市场 甚至开始为了抢占市场 免费给农民赠送种子 一套组合悬下了 无数的种子公司直接倒闭 但最可怕的还在后面 基辛格曾经说过 谁控制了粮食 那他就控制了全世界 这句话也道出了孟山都的野心 孟山都就是通过贩卖转基因的种子 进而控制了包括巴西在内 很多南美国家的命脉 问题来了 一个转基因的种子 有这么大的能力吗 大不了不用它的种子 不就可以了 很遗憾 不行 孟山都所研发的草甘林粗草剂剂 在粗草的同时会感染土壤 让土地很难再一次种下其他的植物 只有孟山都所提供的种子 才能够正常的生长 而且转基因的种子 一般情况下是不育的 因此种出来的作物就是一次性 很难当作种子 再一次的被种到地里 在这种情况之下 市场做大之后的孟山都 开始进行大幅的收割 免费提供种子 不可能了 别的种子又种不出东西 农民只能选择去孟山都 高价购买种子 进而全球的粮食价格 都开始不正常的增长 受到影响的国家当中 最惨的是印度 从1997年到2010年 短短13年的时间当中 印度有12.7万的农民 就因为转基因的种子而自杀 原因就是 种植的作物获取的报酬 不足于抵消种地的成本 从而背上了巨额的欠款 孟山都操控转基因的种子 还造成了南美洲粮食产量 被死死的操控 进而影响了国际粮价的稳定 孟山都的这手操作 也直接导致了全世界 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受到了牵连 粮食战争也由此引发 在这场没有消炎的战争当中 直接死亡的人数 就高达1000万人 虽然粮食战争本身 并不是孟山都全程主导的 但是它却是 打响这场战役 第一强的企业 在2018年 孟山都这个名字不复存在了 但是这家祸害人类100年的企业 并没有真正的消失 德国的拜尔集团 对其进行了收购 接盘之后的拜尔集团 继续处理着孟山都留下的 一地鸡毛 不断地给受害者进行赔偿 拜尔公司收购了孟山都之后 继承了它的市场和技术 因此很多地区 实际上依旧受制于 转基因种子与化学的药品 在往后的日子里 拜尔到底能够为 这个世界带来什么 估计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是小K 下期再见